各位好 今天4月30号 我是五月三人 吃了吗您的 昨天我看到有一位观众朋友留言 说是最近国内都在鼓吹 润出去的人要润回来了 因为有个什么亚裔的细分法案出台 华人在美的账户 在美国的账户被冻结 所以这帮人又要回走了 各位你们真的 我真的是看评论的 虽然我评论也不算特别多 但是总还是有那么一点 但是我会看评论 会把其中特别不靠谱的 特别靠谱的分别置顶 这个可能各位都已经知道了 我看这评论之后就好奇了一下 因为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法案出台 全国性的法案出台 就是一个挺重要的事 有这么大一个事 我怎么好像没有太看着 就在英文的媒体上 可能也有可能我给错过了 然后没太看着 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 这个所谓的这个亚裔细分法案 是什么玩意儿 结果发现一件事呢 就是说这个法案呢 并不像很多人理解的 就是尤其是国内的人理解的啊 说是一个美国全国性的法案 这个是纽约州的一个地方的法案 由他这块的一个议员提出来的 这位议员呢 好像应该是位女士吧 她应该是美籍的台湾人 提出这个法案 主要的怎么说呢 这法案我也嫌得蛋疼吧 就看了看它到底内容是什么 简而言之 我们就把它总结一句话吧 就是填表这块的时候 以后你在美国做很多的事情 有纽约州的这个亚裔啊 然后填表的时候呢 你呢 你要这个勾选 就是它表上多了一个 多了那种分类 你要勾选 你要勾选自己的原本的 那个族裔是什么 它其实呢 并不是一个说 针对中国的这个华裔的法案 它更多的时候 它分成了这种 就是说你华裔啊 韩裔啊 日裔啊 菲律宾裔啊 或者是越南啊 印度啊 孟加拉啊 然后这个什么 尼泊尔啊 什么这个泰国啊 就是分成好多种 就是说它分 它不是说只是针对那个华人社区 和这事儿出来 我就当时就挺纳闷的 我说就这么个事儿 怎么就能出这个这么大幺额子 在国内这个引起一大堆人 就是说啊 你这个亚裔新闻法案一出来 这就是美国要登记 把你这把你华人登记 然后分门别类 要拿起屠刀 这其实是这样的啊 就是大概是 大概这个法案呢 是什么目的呢 这得从啊 就是查完资料发现的 这个法案并不是说今天才开始做的 但十几年前就有一个姓孟的议员 现在是美国众议员 然后呢 他呢 他就提出过这样的法案 就是说你在纽约 他那时候纽约州这块的 说呢 就是要把这个亚裔啊 给分开 为什么呢 是因为亚裔本身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 就是说你你我们知道亚洲这个是人口最多 国家也是非常多的一个这个这个地方 应该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就是人口的聚集地 然后呢 他的国家呢 也是最多的 那像这样的这个你把它统一归在一个亚裔这一块啊 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很多的亚裔就是每个国家跟每个国家 亚洲的这个国家移民到美国或者是在美国暂居 或者其他拿绿卡呀或者怎么样的 那或者你甚至于拿白卡之类的这种东西 这都不重要 重点是在于你如果是把它都搁在一起的话 实际是没有办法涵盖整个一个亚裔这个概念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么多的人呢 他每一个国家的人口的这个比例 第一是不同的 第二社会的教育是不同的 你比如说举一例子而言吧 那我们华人移民到那个美国 比如说纽约吧 对吧 纽约有最熟的地方 肯定是除了中央公园 就是法拉盛啊 吃饭老去那儿啊 那你像这个华人移民到那儿 有一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要会朝着话 或者是说广东话呢 你在那儿基本上如意得水 你学英文其实不管用 其实没啥用 真的你完全可以不用学 那不光是这个不光是这是说原本的这个那个华裔社区啊 然后后来现在新的也起来了 就不光是美国在纽约州这块了 你去你去那个什么加州 很多时候你用中文说 你你你你就可以一直生活 你不用学一英语都可以 对吧 而且呢 现在是可以学中文普通话 你就可以原来都是说粤语啊 潮州话啊什么的 这个你在那边你如意得水 现在你你说普通话 一样可以这个如意得水 这些年去的这个会普通话人越来越多了 那像这是这是中国的一个 这是华人在那边的一个现状 对吧 OK 那但是我们都知道啊 菲律宾人说那个英语就会 他英语普及力要比比这边要高的多 对吧 那印度 印度虽然那个咖喱味的英语呢 就跟我这北京口音英语似的 但是他们确实也是英文要好的多 就只要到美国的人啊 他英文要好的多 这是这是印度 那日本人呢 日本人英语呢 虽然是说确实是不太好 这我跟大家讲过 就是我现在被他妈那个日本这英语给弄的吧 连那个连连连连这个基本英语都快忘光了 那他经常会经常就是直接就是 我上回上回跟大家聊天的时候 就直接就说出了就日式英语hotel的意思 就是就是你知道就是我已经被他给日本人的英语 虽然不算好 但是呢 他到美国之后 他那个还能够也能用 因为到美国的这帮人日语 就是日本人呢 他受的教育确实会好一些 因为日本人敢出去的 那那个他基本上来讲还是对语言比较在意的 那像这个 这就完全不一样 而且呢 经济环境也不同 比如说那个 比如我都不知道啊 这个美国其实还有一个所谓苗族裔 这可能是在越南啊 或者什么这块 这块都有 然后他呢 他就他的贫困率就高 对吧 那其他的族裔呢 比如说印度人或者中国人 或者是华人吧 或者是华人或者日本人或者韩国人 他们的经济地位呢 就比这个 其实一直一直我们有一个有一个固定的 你甭管是刻板印象还是怎么样 这几个地方呢 印度仪现在更多的开始拔下来了 对吧 这些年 原来呢 华人呢 非常努力的工作 然后呢 成为经济上呢 是一个不错的 不错的族裔 就是至少是在美国的中产这个阶层里 还是中间稍微偏上一点的 这个族裔 然后呢 日本人肯定是啊 日本人更多的时候 他还是更有钱一些 对啊 必须 他虽然在那个G7里是垫底的 但是呢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还是普遍而言 他的受教育程度啊 以及他的这个国际化的程度啊 在至少在美国这一块还是比较高的 那像这样的这种情况 每一个族裔 就是说 都有不同的 对美国的这边的诉求 那这个所谓的亚裔这个法案呢 并不是针对华人 它是针对所有的亚裔 把它分开 分开之后 你比如说 你说你英文不好 对吧 比如说那 我估计啊 我这是我这是瞎估计的啊 这个就是完全凭个人的在美国的那会儿的印象 因为好多好几年都没去过了 这就八年没去过了 然后呢 那个就我个人是这么看的 就比如说这对英语的这个社区的培训 对吧 社区给你 给你的某种 某种服务 就像日本似的 日本呢 日本呢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说你想学日语 你不想又不想太花什么钱 比如像我这种拿这个投资金银签证的 或者说是我太太说在这是家族志在的这块签证的 那去语言学校学呢 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 还要交钱 你不用交钱 你去那个叫什么公民馆吧 就是你可以直接不花钱就学 也不是不花钱啊 一节课100日元 那现在日元贬值了 更你就觉得更便宜了 对吧 那大概是几毛钱每分的这种情况 一节课 那他呢 对这个语言的辅导 那美国也会有这种东西 就是说 OK好 那我清这种东西 资源倾斜到哪一方面 比如说 某些的这个补助 对吧 那我到底是我给谁 会给谁更多一点 给亚裔社区的某些政策或者补助 那我主要针对的是哪一个族裔 对吧 你住在什么地方啊 或者是说 你的这个经济地位是什么样的呀 那我这方面的这个政策上的这种调整 那是针对的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主要是一个受益者 就是就像精准扶贫吧 你把它理解成这个吧 就虽然咱得精准扶贫很扯 但是呢这个你可以当作某种程度的精准扶贫的这种概念 那所有的这些东西你想后续的做好这些玩意儿 你在之前干嘛 你得先把这些人到底是到底是都是谁弄清楚 对不对 那所以呢他呢就把这个族裔的这个概念啊 就是细分化 那细分到这个细分到你是一个亚裔的 你是一个 你是你是亚裔 但是你是一个华裔啊 你还是日裔啊 韩裔啊 对吧 菲律宾啊 印度啊 你把它给细分下去 然后呢再做成各种各样的表格 这个有进行有针对性的 对于这些族裔的一些服务 大概而言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您看这就理解了吧 第一它不是美国全部的这个全部实行 这只有纽约州这块 第二个它的基本的目的是这样的 不是针对华人 这个跟针对华人是没有关系的 一会儿我再讲针对华人的 专门的有五个 曾经美国有五个立法 那这个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聊这事 那像这样的这个事情呢 实际上而言呢 争议还是蛮大的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觉得好的人都都觉得 哎呀这个确实不错呀 我们可以那个有更精准的这种 获得政策性的扶持啊 或者怎么样 对吧 那不喜欢这事呢 也有 好多人也不喜欢 华裔这块也不喜欢 为什么呢 好多怀疑这个社团也 我说这社团正是八经社团啊 不是说那个 不是说咱们香港 一说社团是什么样的啊 这个不是这意思 那有些不喜欢呢 是觉得呢 就是说这个是分裂 把亚裔分裂 其实这有什么可亚裔分裂的呀 对吧 你跟日本裔的这个人 他是一个族群吗 正是八经说 对不对 跟韩国 对吧 你跟越南 跟越南可能还好 越南可能不一定啊 好一点 菲律宾 你跟菲律宾人长相都不一样 印度 对吧 泰国 你跟能一样吗 这个其实是不一样的 他为什么会这个在美国这一块的华人群体对这个东西比较敏感呢 就是说啊 实际上来讲啊 美国政府大概是这样的啊 就是他会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族群呢 这个亚裔这个族群呢 视为一个整体 原来啊 至少在这个法院 这是在一个之前 之前 那很多的像这样的政策性的这种倾斜 或者是说某种程度的是雨露均粘的 你是亚洲的 你是亚裔的人 OK好 那我呢 就对你这个有一个雨露均粘的这个效果 但是呢 实际上而言呢 这个东西呢 华人在这块啊 有一小问题 就是呢 所有的好处都想捞 所有责任都不想干 这个就是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呢 就是说 如果你细分的话 很多原来会落到 就是因为别的 给别的亚裔的这个 亚裔分支这个族群呢 他的这些好处啊 或者怎么样的这些东西呢 哎 华人也能落得着 那现在落不着了 很有可能 他们就下回再精准扶贫吧 对吧 精准扶贫就给他 这个专门的这些族裔上去了 这些族裔上去了 那你呢 就不太可能搭这个便车了 所以呢 好多人觉得说 这是分裂亚裔这个群体啊 让我们这个有这个 有这个 不行形成合力啊 或者诸如此类的 这个实际上来讲 就是搭便车 想吃好处 然后呢 又不想负责任的 这种想法的一种 一种表现形态 大概就是 大概只是如此 所以说呢 像这样的 这个这种 这种法律 也就是到国内 就或者法案的 或者到国内 就会传承了什么呢 就会传承了这个 对于 就是对于亚洲人的 或者是说 对于华人的 因为他是 所谓的 他更多的是说 觉得说 对于 针对华人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大概是这样的啊 因为 首先第一个 这是非常明显的 这是 你在外国过得不好 你直接跑出去 人在外国过得不好 我们就很开心 对吧 人的幸福感 都是对比出来的吗 对吧 有时候我看国内 我也觉得说 哎呀 我这个疫情三年的时间 都在这个 在一个相对平稳的 在日本这块生活 没有生活在国内 我这回移民 这都算 或者是旅居 这就算值了 我其实也有时候 也会有这种心理 对吧 那国内的人肯定也说 就是说 哎 你看 他头几年 就把自己的钱 都换成日元 搁日本了 现在日元跌成这样了 你看 你赔了吧 其实这话倒是 倒是 我就特奇怪 他们会怎么想 像我们这样的人 会把这个日元 搁在银行账户上 然后让他看他的 那个升值贬值呢 这是疯了吗 对吧 我买不动场好不好 我买金融产品好不好 我卖股票吧 对吧 那几年前 你看日经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东西 几年前日本的房子 是什么样的东西 都不说别的了 我买一大堆的酒 搁在家里 你知道几年前 那个是多少钱吗 那现在是多少钱吗 对吧 这个早都已经把 别说你贬值了 你再贬我都不出 真的 所以这个 这个就另说了 就是说像这样的这种 像这样的这种心态 是国内必须要传达给大众的 让大家知道你出去 首先第一个 你是属于这个 基本上你可以约等于叛国 约等于叛国 因为中国一直有这个传统 就像我原来说的 就包括像在清朝的时候 尤其是在乾隆啊 他还是在什么时候啊 就是被杀了 他海外的华人被杀了 然后呢 就是报到这块 这个 报到这个叫什么 报到清朝 清朝皇上就说了 说海外之朽民 自外于王化之外 对吧 随便 随他去吧 这个呢 就像当 像当年是这样的 现在没有差多少 也是 就是你这很多人觉得 他基于等于这个汉奸 对吧 这个自外于王化之外 对吧 你做过的不好 那是最好的 这是一种心态 是由上到下的灌输给韭菜们的心态 真正能走的人才不在乎你 才不尿你这个呢 谁他们没见过呀 对吧 就 但凡喜欢传这个的 基本上是连护照都没有的人 所以呢 不用把他们当回事 这就是一波韭菜 对 最近 最近那个 最近有一个词呢 就是跟东虫下草 能够并存的 叫做那个昼酒夜区 就是这个白天是韭菜 晚上是那个粉区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 我觉得挺有意思 就这 反正大概就是这帮人 那像这样的 这些人多了呢 就形成一种风潮 说觉得说 哎呀 有人你待不下去 你要润回来 是不是有人润回去 有 绝对有 对吧 那个 我就是 我一直跟大家说 我说移民这件事啊 不适合每个人 甚至于不适合大多数的人 或者说绝大多数的人 你都最好别移民 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它并不是说你有钱没钱 或者怎么样 你整个从另外一地儿挪过去啊 就真的是伤根的 那个不是闹着玩的事 你包括你的这个心理上的 然后还有自己的财务上的 这些损失非常大 你像很多移出去的有钱人 或者说半有钱人吧 那在国内都生活的非常好 其实我在国内生活的 要比我在日本生活的 如果说在这种人工 人力服务 或者其他一些方面 是要比这块好的 至少我在国内有司机啊 对吧 有司机有保姆啊 在这边就你都得自己干嘛 对不对 你再又想喝多了酒 这边有司机接你 这是真做不到的事情 不一定是说完全做不到 但是呢 实际上来讲 你也不愿意干这件事了 那你的这个心理落差 其实相当大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比如 比如在国内 你多少你是一个 你甭管你是网红啊 还是你做生意啊 或者怎么样 你是在这个世界 你在这个 你在这个社会里 你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 自己的定位的 并且这个定位是有一定的这种 所谓的特权吧 小特权 非常小的特权 因为你在媒体工作嘛 然后呢 那或者说你掌握一定话语权 到国外 你在日本 泯然众人嘛 你就没什么可说的 你就是一个普通人 你在这每天 买卖菜 做做饭 对吧 骑着自行车 满车下转 也就到这个程度上 没有任何特权可言 跟国内你要有落差 你要是不能够适应这种落差 并且喜欢这种落差 真的 一般人别移民 那最底层的移民 其实是好事 人家倒适应的好 为什么 人家为了一件事 挣钱嘛 对吧 挣钱 比国内至少挣得多呀 日元再怎么贬值 你来这边挣日元 你觉得 哎呀 怎么 不如原来好了 还是比国内要挣得多一些的 那美国就更甭提了 那挣的当然就更多了 大概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 二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 在中国人的记忆当中啊 这个 美国的这种法案 是有其黑历史的 那美国呀 说实话啊 就是针对一个族裔 专门出台一个歧视性法案的 第一个就是中国 这还别说 就是华人 对华人 我们都知道 在中国人的这个记忆当中 美国最出名的法案 不是他的宪法 也不是说他2526条 这个法宪法修正案 这个中国人不懂的 那学不会 这个都没学会过 最知名的是什么 最知名的是两个 就是第一个 所有中国人 其实受过教育都知道 叫排华法案 对吧 另外一个呢 是受过再高一点教育的 是当时的庚子赔款退回的那个法案 这是两个中国人最知道的法案 那像那个 比如说排华 排华 我刚才在前面说了 我说呢 一共呢 大概针对中国人呢 曾经其实有过五个法案 这个可能各位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第一个法案是什么呢 当年啊 就是叫 普安臣吧 应该是他 普安臣有跟那个中国呢 曾经就是签过一个法案 为什么呢 是因为 是当时就是美国人呢 他不太知 就是教中国人怎么做外交 然后呢 这个人呢 是谁呢 就是普安臣 美国政府给他那个 给他去给派 给他去派过去的 然后呢 这个这个呃 派过去之后呢 就给了这个中国的这个 就让中国的这个大清朝廷 就知道啊 说哎 说这个中国这个外交这东西 不是不光是说 我我要不跟你打仗 对吧 要不向你称臣 要不呢 隔地赔款 要不 哎呦 得 您给我下去吧 你啊 哎 行吧 没没办法 没办法 咱接着路 咱接着路 我这段也不掐啊 就就大概就是说 让中国人的第一次学会了 这个现 就是近现代社会 国家和国家之间的 各种各样的这种打交道的模式 对吧 这是这是当时有这么一个玩意儿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叫什么呢 就是说 跟普安臣这一块 就是签了一条约 叫普安臣条约 这大概呢 是在那个1868年的时候签的 后来是什么呢 这个1882年的时候就签了一个啊 排 就是又又弄了一个排华法案 为什么说十几年的时间 就是68年到82年 14年的时间 就从这个普安臣这个对中国比较友好的这个条款 一直到排华法案呢 是因为大量的中国的 就是从普安臣那块他知道啊 那合着说 中国人也可以满处去走 对吧 你无所谓 你可以去美国 大量的中国劳工呢 涌入到了美国 因为中国人呢 是这样的 中国 中国人呢 是有勤奋的 确实是很多 其他族裔 他没有办法去那个 去比的 然后呢 去那块就抢了很多的工作机会 尤其是这个各种各样的 这个底层的工作 对吧 OK 好 那结果就是引发了美国 这个对于抢工作 这个担心 就弄了一排华法案 排华法案之后呢 经过两次修订 原来啊 就是说呢 呃 他其实是一个严格控制 他不是完全的排华 后来呢 就等于是说呢 你来了 你就要经过我再同意 对吧 你原来原来用不着啊 你来过美国 然后再来就可以 你接着来了吗 那你要经过我同意 然后第二 后来呢 就是说呢 你只要是离开美国 你就不能够再进入美国了 这个是华人 那结果呢 就一直以来到这 就完事了 那后来到什么时候 这个第三次是什么法案呢 就是说呢 就是我们都受过稍微多点教育的是什么呢 那个就是那个庚子留学 庚子赔款的那个留学那法案 这是在哪呢 1908年的时候 1908年 1909年 那就无所谓了 差这一年不重要 那就是后来呢 一部分是让大清的留学生到了美国 是用庚子赔款付的 另外一部分呢 是谁呢 就是那个叫 这个清华大学 为什么清华大学号称留美语科班 就是从那儿就开始了 他就培养的就是为将来留美国的 对吧 因为美国有排华法案嘛 排华法案在这搁着 好多人呢 就没法去美国 去哪呢 欧洲 日本 对吧 为什么日本这一块 一直以来就是说 那个培养的中国革命 革命党那么多呀 就大概从那会儿就开始了 因为你去美国去不了 然后后来呢 这个老罗斯福总统就觉得说 哎 说这个好像是 哎 好像不对 我得培养这个这么一个大国 对吧 那我得培养亲我的势力 就弄了这么一个 那这是一个 到了19 到了19 19 1943年的时候 43年的时候 就呢 把那个排华法案给废了 这个呢 是用一个法案 废另外一个法案 这是说呢 马格努森法案 就把这个 这个给 这个原来这排华法案呢 大概这个七八十年 八十多年 七八十年左右的这个法案 就给废除了 那就是从此呢 你就你就不用再像原来式的 这种排华了 一直以来呢 那个在美华人数量就没怎么涨 然后从这会儿开始开始涨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二战 二战的时候咱战队战队了 蒋光头同志 哎对 咱借石兄 哎 他战队就战队了 结果就 排华法案也没 也等于是给废除了 对吧 用法案废除法案 这是美国的一个特色 那然后呢 第五次是什么呢 第五次专门针对的 就是我们其实就受过更多教育 比那个多还多一点教育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中国学生保护法案 这是1992年的事 为什么 是你就是我们 其实更多的时候知道这个法案是谁啊 是什么呢 是那个六四血卡 各位可能可能好多在海外的人知道 国内的人其实知道六四血卡的人都不多 就是因为六四事件之后 对吧 当时佩洛西就打算 那会儿佩洛西还不是那个特牛逼的 他刚从那个 刚从那个哪儿 刚刚开始从政嘛 就提出这法案 八九六四之后 说那个要保护中国学生 让这些中国学生 能拿 能在这 能长居 因为美国这个长 长住啊 或者怎么样 它是有很多限制的 你比如说我那会儿 我那会儿拿的这个 我曾经拿过他的级万的那个签证 就是说我去做访学嘛 那那个给我的限制 就是说我必须得回国两年 至少是两年 然后你再能申请其他的一些东西 所以呢 就是它这有很多限制 那那个法案就是说 在这个之前 你就是你在美国的 你就可以拿个绿卡了 这法案没过 是谁啊 那会儿不实吧 然后就给老不实应该是吧 是小不实啊 小不实应该是 然后就给卡了 然后呢 在92年的时候呢 就又出了 还是这么一个法案 就同样的一个 是叫什么 马登啊 还是什么 就反正也是一个议员 就提出了一个翻版的 佩洛西这个法案 然后这个法案就过了 这个法案过了之后呢 就等于是大量的 在那个之前 在美国的人 你就可以拿绿卡了 一共有八万多张 这个绿卡 就是所谓的六四写卡 那就因为怕你这些学生啊 包括这些学者啊 因为当时都有很多生缘过嘛 或者怎么样 是回国受到迫害 实际上拿这八万多的 这个学卡的这个人呢 基本上来讲 大部分 其实跟六四没关系 他这真的 真的毫无关系 但是呢 就给拿了这个 就是方舟子 你知道方舟子吧 他那会儿拿的美国绿卡是什么 就是这个写卡 他就是当时 当时拿的这个六四的这个写卡 实际我也不知道 他当时六四干过什么啊 就反正就是 大概就是这样了 所以呢 像这样的这个 这几个法案 那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我们印象最深的 我们所受的教育 就是排华法案 任何真 他确实也是 因为一个族仪 第一次制定了一个歧视性的法案 这是美国历史上的 也是第一次 就是针对华人的 所以呢 一到这个时候 那肯定大家记忆当中是哪个 那想起来都是这个 对吧 OK好 那就激活了自己这个记忆 就国内的这帮人 他也没受过什么教育 他不太知道有这几种法案呢 对不对 OK好 那就直接 他也不会知道普安臣法案 他也庚子这一块也不太清楚 即使知道 也是说 也是说你应该退我的 对吧 你应该退陪我的 那包括像什么 六四这个学卡的这个法案 中国中国学生保护法案 这个他也不 他就更不知道了 那他记忆当中就把这个给拿出来了 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现在就又形成一个风筹 大家也都不太懂 就把这事给弄得 弄得跟那个美国又要开始登记造册 然后挨个挨个点名秃秃 那这不是美国人做事的方式 知道吧 他要是但凡是现在还这么做事 那他就 他是不是灯塔都不好说啊 但是一般来讲 美国人是不会这么做事的 他至少到现在 他的这个以三权分立啊 包括他的这些 这个人文理念呢 已经非常的固定的时候 他是他不会针对一个族裔 他会用这种模式来做 甚至于像当年二战时期的日裔的那件事情 对吧 被关进所谓的集中营里 都不会再出现了 不用再担心这件事情 大概就是如此 在国外的其实能理解这件事 就是跟大家聊了这个其实本来不太重要的这个事情 好 谢谢诸位 跟各位瞎扯继续